原标题,民主党高层立会打金主,主打经济盘谋2020年翻盘,为了实现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翻盘,民主党这次准备好了吗? 尽管距离正式选举还有一年多时间,但随着民主党马萨朱赛州参议员沃伦成立探索委员会,并明确宣布将决逐2020年的总统大选,实际上,选战已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打响。 以华盛顿政治分析员试称,民主党的大金主们,都一开始为志在翻盘的民主党候选人之招,而经济议题民主党人,能否成功了顶白宫的关键所在? 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目前,至少有三省民主党人,对决逐2020年总统大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待在美国大选选情分析师,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英帕马 看来,他们中很少有人能真正扛起与特朗普叫板的大旗,要面对的挑战还是不少。 帕马认为,民主党目前最致命的弱点,便是无法拿出与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有本质性区别的经济政策。 他说,一旦民主党继续在经济政策方面无动于衷,那么,他们无形中架陷入,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外圈。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当时还是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曾深入美国农业大洲, 像是戴加根在那里的蓝领工人和农场住许诺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并保证一旦胜选,将绿促这些政策落地。 而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投顶美国前国务卿的关怀,把重演放在了争取中产人学的选票上。 但是,由于他的一些不当言论,比如呼吁煤炭企业退出商界等,特朗普轻轻松松地拿下了一些,本属于民主党的深蓝地区。 帕马认为民主党人应好好反思2016年败选的原因,如果他们民主党,希望特朗普的任气尽为一切,那么,就该拿出点真本事,让选民看到,他们在经济领域,究竟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有多大的不同。 帕马说,最可怕的情况是一边力推心面孔,希望打破美国政策的没守成规,另一边在政策领域选原地踏步,令选民空欢喜。 金主密会民主党高层与帕马是相同看法的,还有民主党的一些大金主们,用选举跟踪机构预测。 2020年美国大选还将延续2016年选举的烧钱路线。 根据美国独立机构享用政治中心的统计,2016年美国大选,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一共花费了超过69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烧钱最多第一次大选。 私人投资公司BLS总裁施瓦斯,B-A-R-N-A-R-D-S-C-H-W-A-R-T-Z,历来是民主党的大金主。 他曾在2018年中期选举周期中,为民主党砸下了330万美元,其中,他分别像参议院,以及众议院的民主党超级选举委员会,贡献了85万和75万美元,帮助。 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中站稳脚跟,尽管施瓦斯尚未决定,在2020年大选中资助那位民主党候选人,但并不妨碍他为民主党支招。 新年一时,他已与后任的民主党集中医院议长佩洛西,以及三议院授数到领袖舒默,进行了私人挽演。 期间他表示,现在民主党是时候争取中产选民,为了叶白宫冲刺了。 我所做的就是帮助民主党高层寻求共识,我们民主党需要有个统一的议程,尤其在经济领域。 施瓦斯说,我认为,我们当前在选民中太低调了,我们应该让选民知道,谁才是真正关心他们一时助行的人。 施瓦斯为民主党开出的要方是,呼吁那些志在决逐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人聚焦经济议题,比如改善美国基础设施和退休金分配方案,推动教育改革,以及缩小贫富差区等。 他希望民主党能抓住重新夺回众议院的契机,制定住更为新化的经济方案,与共和党叫板。 当地时间1月3日,新一届国会将正式运作。 据消息人士称,此间一宣布参选的沃伦,极有可能得到施瓦斯的资助。 在2018年中期选举期间,史瓦斯曾向沃伦的伊丽莎白沃伦行动基金,捐赠了一万多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